- 防疫期間喔 - 防疫期間喔 - 站在野科醫生的立場 防疫期間喔 - 我真的是要奉勸大家 - 盡量不要戴眼鏡眼鏡 - 因為我剛剛有講 - 它畢竟對眼鏡來講 - 畢竟是一種畢竟 - 對很多office lady - 對很多愛漂亮的女生來講 - 甚至男生有很多 - 她就非戴不可 基本上要保持衛生拿 那要勤洗手 手洗乾淨之後再戴上眼鏡 我剛一直在強調眼鏡 它本身戴久了 就會引起萬性的結膜眼鏡 所以我們也不建議 晶人的月天天戴 日拋有時候到週末 你還是要休息一下 眼鏡周邊的清潔 非常非常的重要 很多人只是顧洗臉 卸妝卸不乾淨 這個地方很容易發現 那我們要知道 這個淚水的結構 其實這裡是剪板線 剪板線它分泌一層薄薄的油 在眼瞼圓邊緣 透過眼睛一眨一閉 我們五秒鐘會眨眼一次 眨眼的過程 它第一瞬間會告訴這個類線分泌水 那個水含有你自己的分長眼睛 負責修復角膜上的眼睛 但是它畢竟是水它會增發 眼瞼邊邊的那個油汁就拉開 所以油包住水黏在角膜上 要構成健光成像的第一道防線 穩定的類型 它是很多人 它沒有把這個地方清洗乾淨 結果眼瞼圓那個地方就造成發炎 就叫做眼瞼圓眼 就造成剪板線的失調 甚至剪板線的萎縮 它所表現出來的症狀就是 就是肝炎症的視覺平常 我都告訴病人說 基本上洗澡洗臉的時候 手掌心加點肥皂水洗面乳 這個地方要多清洗 那有假睫毛怎麼辦 你這樣塗下去就很簡單 都塗起來了 假睫毛的年輕的朋友 就要非常注意 平常的時候最好是放開 然後棉花棒沾點水刷一刷 假睫毛那一側都要刷一刷 因為這個地方很容易 剪板線的出口會造成堵塞 一堵塞的話就 所有的症狀就緩緩向後一直過來 我們國家管理指揮中心 其實都有提到 戴口罩要勤洗手 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冠狀病毒這個是透過肥沫傳染 跟接觸傳染 不要造成誤解 就是眼睛會是武漢病毒的相關的東西 眼睛只是因為你透過肥沫傳染 眼睛是黏膜組織中的一環 所以很有可能 但是也沒有證據 會造成它的一個入口 第二點當然就是眼睛的清潔 非常的重要 有些年紀大的老年人 我第一次跟他講的時候 都覺得說 哎呦 我洗了一輩子的臉 從來沒有去洗眼睛 眼睛確實是要清洗 因為那個涉及到我剛剛講的 就是夠不容易 那當然防疫期間 我個人建議啦 盡量不要夾睫毛 盡量不要戴眼睛 這個膚很重要 讓剪板線通透 再來就是護目鏡 最好是戴著 如果你戴影型眼鏡的話 除了平常的保養之外 護目鏡一定要戴著 除了平常的保養之外 戴太陽眼鏡 平常你可以戴平光的 綠藍光的眼鏡 這是保護眼影最重要的一環 我們首先開始戴上影型眼鏡的時候 手指輕把鏡片從水盒拿出 把鏡片輕輕放在指腹前 雙手的無名指 左手在上 右手在下 眼睛直視前方之後 輕輕靠在眼球上 下部放開 眼睛戴上 眼球動一動之後 分開眼鏡 這就是完成的一個 眼鏡配戴的方式 要求你 自助手的 無名指掌 開眼鏡 消防